有没有出现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用一个叫 In3的一个 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话 各位可以查一下 VBA的这个说明档里面 它就教我们 其实In3很类似于 Fy函数 有点像是 它去找 那找到的话 它要回传给你 回传给你什么呢 回传给你有 它的位置在哪里 如果有的话呢 那表示说 我们这里有个简写 如果有找到的位置 它基本上有return一个结果的话 那表示说什么 这有找到的意思 OK那怎么找呢 它这边 有几个参数 分别其实 如果有一个star 你要从第几个 那如果你不给star的话呢 基本上就从头开始 从第一个开始找 那有s1 s2 s1的话基本上指的就是说 你要找的字串 就是s 逗点之后的话呢 你要找什么 在哪一个 哪一个出声歌里面去找 所以呢 我们是在 一样i 逗点 b栏的地方 所以在b栏的地方去找 OK 然后b栏里面要找什么呢 找 有没有出现 那基本上这样写 这样写完之后 它就会去 in3 有没有 它就会去 这个字串里面 找找看有没有 有的话就告诉你 在 这个字串的什么位置 那什么位置 基本上return回来 等于 在if的判断里面 它就会帮你把它当成是一个true 就是有找到的意思 enter 然后enter两下 end if 好了 我们先把这个结构先打出来 那如果说呢 有出现的话 那我就输出到哪里了 所以输出到b栏 输出到c栏 所以基本上呢 你可以在这边输出c栏 所以 这边改一下 输出到c栏 c栏要输出什么呢 输出一个就是 等于 出席 所以 如果它有出 它有 找到这个字串的话 那就把这个出席两个字呢 把它打上去 OK 那这样的话程式都写完了 OK 我改一下输入法一下 出席 好 这样就完成了 所以基本上 串接比较简单 我直接在这边设个中断点 我们执行一下 因为前面串接 我想前面有讲过了 我就直接跳到这边 OK 那串接的结果就是 有没有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字串就 理事远串 城市结 串 周 什么 周院地 等等 全部串在一起了 对不对 然后呢 再来就是 它会一个一个比较 所以第一个 它会先跟 王庆路比较 王庆路比较 所以 这个字串 王庆路有没有出现 往下 没有出现 没有出现的话 就跳到end if end if 跳过去之后的话 再来 往下 OK 那再来就是 这个是 理事远又 出现 因为有找到 而且位置 它会告诉我们 所以它return回来 是一个数字 那return回来 是一个数字 这里if 它就把它当成是 有找到 有找到的话呢 那我们就 印出什么 印出出席 OK 出席 OK 然后再来的话 一样的方式 那其他的话都一样 所以我就把它执行完毕 OK 好 全部都跑完了 那当然如果说你要 这个 未出席的话 你这边有没有 一副 就可以加一个 else就好了 else 反之 有没有 如果有找到 就出席 else 反之就未出席 就是大概这样子 但这个是第一个阶段 就是我的对照表 就是说我的名单 跟我的对照表 这个对照表 是放在同一个工作部 这个还比较好解决 可是呢 一般 其实一般状况 一定是放在不同的 不同的那个工作表 那如果放在不同工作表的话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其实有几个简单的方法 第一个方法 前面有没有做过 就是 尽管